欢迎来到营养聊天室 我是婉萍营养师 在门诊很多人会问我说 营养师为什么我都坚持吃了DGI的食物 但是血糖还是不稳 而且还是会变胖呢 那我就会帮他们看食物记录 就发现有些人以为地瓜就是DGI 所以他早上就会吃了两颗大地瓜 这种吃法可是大错特错呢 为什么吃了DGI的食物 血糖还是不稳 吃了DGI就能够减肥吗 那如何吃对DGI的食物 今天营养师就要不尝私 把我20年临床的经验分享给你 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 首先我们现在来了解 什么是DGI GI值就是所谓的升糖指数 意思就是我们把食物吃进去以后 经过体内的消化分解 会影响血糖上升的状况 这是一个比较值 那基本上它就是 摄取两个小时以后 血糖上升整体的面积 上升的面积幅度越宽越大 表示GI值越高 那我们把这个数字 分成就是0到100 那GI值在55以下 我们称为就是DGI 那高于70就叫做高GI 那中间呢 就叫做中GI的食物 那GI值越高就会表示 我们吃完以后会让血糖上升 比较快 而且比较不稳定 而且很容易就会饿 那哪些食物是属于高GI的食物呢 大多都是精致过后的食物 加工过程越多的 比如说像白饭白面 或者是这个饼干 或者像饮料蛋糕 这些都是高GI的食物 很多人都会问我说 吃DGI就可以减肥吗 我能吃DGI 所以过了没收 答案是错 好为什么呢 其实GI值主要会用GI来看的 一定都是这个食物本身 要含有糖 因为你有糖才会上升 所以在六大类食物里头 有两类是没有糖的 或是糖比较低 就是油脂和坚果类 再来就是所谓的 豆、鱼、蛋、肉类的蛋白质类 因为它们基本上都是蛋白质和油 所以它吃下去当然GI值就不太会起来 那一般呢 比如说你吃的饭啊 南瓜、面包 吃了以后它有糖分 所以它血糖一定会上来 那很多人呢 就是以为肉类就是只有蛋白质 没有糖 所以就觉得 哇这个肉类是DGI 就可以放心的大口吃肉 那有一次啊 就我有个糖友 他吃完一个新奇的餐厅 就是一个很有名的那个猪肋牌 他自己点完一份 吃完以后两个小时 他测血糖好开心哦 因为他想说耶 果然就是那个肉是DGI 血糖都没有什么上升 但是发现呢 隔天的饭前血糖呢 就是比平常还要高 为什么 因为啊 我们那个猪肋牌里头 其实有油脂跟蛋白质 它进入体内没有消耗掉 就是过多的热量 一样呢 也会影响我们第二天的血糖哦 除了GI值以外呢 想要更精准的控制血糖 好要跟大家来分享 就是我们可以看GL值 升糖负荷数值 那它最主要是以食物的GI值为一个基础哦 那除了升糖指数之外 还要考量到每一份的碳水化合物当中的总含量 再加以计算 根据这个澳洲雪梨大学哦 线上这个资料库对于这个GL的范围哦 它分成三个阶段 那0到10呢是低GL 11到19是中GL 20以上我们就称为高GL GL到底怎么计算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复杂哦 其实我也觉得还蛮复杂的哦 主要就是用GI值为基础 乘上这个食材当中的总共的碳水化合物量 好这个边是功课哦 除以100 那我们就可以精准的知道 这一份食物里头让血糖上升 到底会上升到什么程度哦 那我们就拿那个要煮的燕麦来做举例 很多人都会觉得 要煮的那个燕麦是低GI 所以就会煮了一大碗哦 但是如果我今天是用80公克的这个燕麦 它的GI值是57 那里头含有的糖类是60公克 除上这100以后 它的GL值就是34.2 那它是不是就是高GL值 是哦 那如果今天我是吃四分之一碗的白饭 它的GI值呢75 就是比较高对不对 四分之一碗饭含有的糖类是15公克 再除上100 它的GL值是11.25 它却是怎么样低的 单纯看白饭的确GI值很高 可是因为只有四分之一的量 所以它GL值确是低的呦 那今天分享这个GL的公式 不是要考导大家啊 其实我只是想要分享就是 我们在看食物的时候 除了考量它的GI值之外 摄取的食物的总量 其实也非常的重要 它其实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血糖上升状况的 那接下来营养是要分享 第一 GI值的食物该怎么选 第二呢 GI值的食物要怎么吃 怎么搭配会是最好的 GI值食物要怎么选 碳水化合物中的GI值 也会因为一些食物烹煮还有形态等等的因素 其实就会有不一样哦 第一个影响GI值的部分 就是食物的纤维含量 食物当中纤维含量越高 GI值就越低 举例来讲 我们的糙米就会比白米要来的GI值低的 二影响GI值 就是还有食物的精致程度 食物越粗糙越少加工 GI值就会越低 越不容易被消化吸收血糖上升就会比较慢的 那例如呢 像我们的杂粮面包的GI值就比较低啊 但是白吐司GI值就是高的 因为白吐司就是比较精致的面包 三影响GI值 就是包含食物的形态和料理方式 如果你把这个食物切得越碎越细 打成泥或汁 它的GI值就会越高 举例来讲呢 我们平常吃的葡萄柚番茄 苹果都是GI值低的 可是你把它变成果汁以后 它的GI值就会上升哦 再来就是胡化程度越高 GI值也就会越高 例如像白饭 然后GI值还可以 可是变成稀饭的时候 它的GI值就会变得非常的高 第四影响GI值还包含了食物的成熟度 那像我们一般在吃这个生菜 或是比较没有熟的水果 它的GI值都会比较低哦 越熟的水果GI值会越高 举例来讲像我们的香蕉啊 不是比较黄就是比较熟 比较绿就是比较深 所以黄的比较熟的香蕉 GI值都会比较高 那如果你想要GI值低一点 就要选择绿的香蕉 除了选DGI食物之外 我们还要聪明搭配才能够减重又控汤 DGI饮食搭配一一饭二菜一手掌的肉 那这样子吃呢才能够让我们整体延缓消化速度 不会让我们饭货血糖上升的太快 那什么叫做一饭呢 就是一个拳头的饭 那我们这里头可以选择DGI的食物啊 像是这个糙米啊五谷米 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那两个菜呢就是两个拳头的菜 那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颜色 例如像是番茄、茄子、红萝卜、菠菜 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摄取不同部位的蔬菜 像是叶菜类啊跟筋类还有瓜果类的蔬菜 那一长肉是什么 这个肉啊其实是代表蛋白质类的食物啊 那各式各样 不管鱼啊豆腐啊蛋啊 这些蛋白质类的食物啊都在这个里头 那你问我说老师我的手比较小 那不好意思啦 那你就是只能吃这样啊 你手比较大 恭喜你就可以吃比较多的肉这样子 DGI饮食搭配二 白饭白面降GI值的妙招 真的很想吃白饭白面白粥的时候怎么办呢 怎么搭今天就来教你了哦 那如果当你真的很想吃白米饭的时候呢 你可以加入像糙米啊红萝卖黑米地瓜 或者是像黄豆毛豆一起去蒸 那就可以让白饭的GI值啊 就是整体下降下来哦 那如果真的很想吃稀饭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拳头的稀饭 就要两个拳头的青菜 加上一个手掌大的蛋白质 好千万不要就是稀饭配豆腐乳 你当然血糖会上升啊 你要配肉松呢 对 肉松可以吗 对不可以 肉松里头有糖 所以它会让你血糖更上升 那面食搭配的时候啊 千万不要只有一碗羊春面 或者是干面就解决完一餐 你这样血糖一定都会增加啦 所以我们要怎么吃呢 就建议大家最标准的做法 吃面的时候就是羊春面 然后再加上嘴边肉 然后海淡和青菜 那这样子 我不能都直接吃一碗嘛 一定要点那么多 好好好 那可以看 那如果说像牛肉面对不对 你就请老板那个 本来要烫青菜有没有 就请他加在你的牛肉面里头 一起煮给你吃啦 或者是像是海鲜面啊 锅烧乌龙面的时候 因为它其实本身就比较有多的料 就是有面有蛋白质 它只是欠缺青菜 你请老板把青菜加进去 这样可以吧 好那第三呢就是DGI控糖减重餐盘 早餐呢就会建议大家 炸粮馒头一颗 就大概一个圈头 加上荷包蛋 加上豆浆一杯 中午呢就会选择自助餐 就是糙米饭一碗 一只卤鸡腿 小鱼干炒豆干 再加上空心菜 还有炒大黄瓜 那是不是就符合了刚才说的 一饭二菜 一个手掌大的蛋白质 晚餐呢怎么吃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想要吃这个比较西式的 我们就可以来 番茄鲜虾蘑菇意大利面 那意大利面就是煮熟的一个拳头的量 再加上一个番茄 然后五颗蘑菇 再加上一个手掌大的蛋白质 虾子呢大概十支到十五支 是没有问题的哦 DGI饮食的原则最重要的小配报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饭两个菜 一个手掌大的肉 那今天分享的这个控糖和减重的方法 有没有记起来呢 好晚会大家回去做做看哦 把你做完的心得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记得呢就是帮晚篇一样是按赞 还有追踪还有订阅哦 分享给你对于听过GI值 但是不知道GI值是什么的朋友 或是用了GI值但是一直瘦不下来的朋友 或是用了GI值但是蟹糖一直不好的朋友 好就这样的啦 拜拜 虾子可以吃几颗 其实大概十颗到十 那哪里有问题 你一直讲虾子要吃几颗